播出季的思考 9月又是美国电视传统播出季的开始 许多精彩的电视剧集在千呼万唤下 开始播出 而更多的是已经多年播出唐盛不衰的电视剧集新一季的播出 在美国特殊的收视环境下 形成一个收视季和周播剧集以及综艺节目的现象 这个现象一直为世界各地效仿学习 不过能得到真经的应该是没有 连英国这样的地方也没有形成美国那样的分明的播出季 早几年国内有些电视台也曾经提出要打造中国的播出季 试图通过播出季的形式打出自己的品牌 形成自己的忠实观众 但经过几轮饰演都已惨败收场 后来就有人断言中国是没有办法形成播出季的 他们说的原因是中国观众没有等一个节目一周的习惯 可是近来比较火爆的综艺节目都以一周一集为播出样式 观众还是照样乖乖地守候着 甚至因此修改自己的家庭的形成 应该说在美国现在因为网络电视台 如Netflix的冲击 也在讨论英国应该一周一集的播出节奏 纸牌屋主演凯文史派西在爱兵堡电视节上就强烈地支持观众的 Beansview行为 这个行为也就是乘靠看剧的串串烧形式 在讨论到互联网电视的冲击的时候 这种几季几十集连续收看的形式就是主要的论点 在一些有线电视频道还搞起马拉松播放的形式 如最近美国一家电视台把动画片辛普森一家所有剧集 共五百多集连续播出引起观众一片惊叹 但如果都这样安排播出 播出季就面临威胁了 不过话说回来 播出季的存在很大程度是和广告有关 为什么播出季在四月份结束 就是因为美国公司的财政年度以四月份为结算点 这样广告头一个播出季 到四月结算五六月份重新安排下一个播出季的广告头发 到九月新播出季开始 使广告能和好的节目结合在一起 取得好的广告效应 这种广告预售制度形成多年 一直是这个行业的形式准则 作为商业电视台 要播出的内容还是以广告主的需要为第一要务 因为广告主的效果要求 所以电视台也以收视率为衡量节目的标准 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互联网电视时代也开始面临挑战 广告主现在在谷歌广告的影响下 也在尝试在电视广告投放上使用所谓RTB实时购买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需要预售 广告主对节目的选择并不会早于观众看到 他们将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 对节目收视大数据跟踪 同时根据结果进行程序化的广告投放 如果这种广告购买方式大面积出现 那么美国的播出机制度也将与之完结 以此来反观中国的电视播出市场 我们原本没有形成一些收视的季节性差别 所以播出机是否形成并不重要 只是购买制作的竞卖节目会按计结算 但已经有一些节目开始突破海外在季上的限制 如东方卫视前两年的达人秀 就没有按一年一季的节奏播 而近年来的一些热门节目 也都在趁节目火爆之际尽量多得上 也在突破季的限制 现在反倒是电视剧播出的秩序在多年的治理下 变得清爽了许多 但是电视剧的竞争激烈程度也随之下降 这一年来精彩电视剧 高收视电视剧应该是比网年少了许多 播出机是一种按年为单位的频道节目编排模式 是不是按美国模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形成与广告主的良好互动 与观众的默契约定 成功的电视频道总是在品牌 内容方面与主要的观众群体达成了良好的匹配 在融合媒体的今天 探索观众的多屏观看习惯 也许会形成新的节目编排模式